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长途电话参加讨论 那么美国之音的免费电话号码是10810 然后拨866-837-5161 在中国大陆的一些地方 您可以可能先拨108710 然后再拨866-837-5161 另外您也可以用电子邮件 给我们发邮件来参加讨论 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US新闻at gmail.co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握时代脉搏 美国之音 时事大家谈 好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演播现场 蓝普顿教授 欢迎您参加今天的节目 Good to be with you 谢谢 那么我们今天是谈韩战或者是朝鲜半岛战争60周年 那么我们想先回顾一下历史 我知道您在您的教学当中 把朝鲜半岛战争或者是韩战 是作为您的教学的一个例子来讲的 那么一个教学案例 那么您就是说能不能讲讲 这个当时这个战争爆发的历史的背景 就是说是谁挑起了这场战争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的 您刚才谈到了韩战 的确是国际关系的学者 在研究的时候一定会去研究的一个战争 我要说的第一件事呢 就是韩战对于之后冷战当中做的政策决定 有非常大的影响 举例来说 法国人去越南打仗 是50年代初期 还有40年代末期的时候 那么那个时候 美国在想到底要不要去帮过法国人 那么韩战开始之后呢 我们就多少有去帮法国人了 那就是美国开始去打韩战的开始 是在韩战结束之后 之后呢 George Walker Bush这个人 我们在91年的时候 去打这个海山 他决定说 不要去巴格达 他那个时候做这样的决定 也是因为韩战的记取的教训 那个时候美国呢 离中国边境离得太近了 然后在50年代末期的时候呢 中国就加入了这个韩战 那我们现在也看到朝鲜拜祷上面的问题 所以在韩战之后呢 就是各国的领袖 因为这个教训呢 就对于要加入一个战争 变得特别小心谨慎 还有另外一件事呢 就是韩战本身的行为呢 也是受到韩战本身这个经验的影响 就是说我们知道说 不要离中国边境离得太近 所以我们在打越战的时候呢 也很小心不要去踩到这个中国的边境 不要影响他们的利益 所以韩战之所以重要呢 不只是它本身是一个战争 而且呢 这个在韩战当中继续到的是 教训呢 是之后不断被我们使用的 现在在朝鲜的情况 比如说中国很担心朝鲜会垮台 那么他们也担心说 外来的军队呢 有可能可以接近中国的边境 那美国当然不想这么做 但是呢 大概是有些中国人会这么担心 所以这个韩战之所以重要呢 就是因为这些经验 包括外交的政策啊 外交的经验 就是在1950年 那6月25号开始就很重要 那么我们现在再退回到60年前 就是说战争爆发的那个时刻 那么就说 为什么就说 当时呢 就是麦克阿瑟将军 就是说美国呢 就是要决定要提议联合国军 要帮助南朝鲜 就是南韩 韩国来对抗 这个北朝鲜 北韩的这个进攻 那么 这个决定做出来以后 而且还提出来 说是在圣诞节之前 要结束战争 那么随后是中国的出兵 那么您能不能讲讲 这个战争的爆发最初的 那个一刻的情况是什么 先是什么样的情况 这个北韩军队进入了这个南韩 是的 当然 二战那个时候已经结束 然后呢 北韩 这个朝 北韩呢 被分为两个部分 就是朝鲜爆党被分为两个部分 我认为呢 是那个时候 北韩他们认为这个 在这再来这场选举里面呢 不会成功 那么个时候的 国务卿 在 1950年6月的时候了 开了一个新闻记者会 然后他在这个记者会上面说 朝鲜半岛 并不是美国要去保护的 所以之后呢 史达林 还有金日成 还有毛泽东 就同意说 这个北韩的领袖会去攻击南韩 然后超过38度尾线 那个时候呢 总统 美国总统 根本就还不是住在白宫里面 他才刚选上而已啊 所以 他 那个时候呢 没有计划要干涉 朝鲜半岛的问题 而美国人民 是忙着生小孩 忙着盖房子 就是二战之后的重建 所以他们也不想再打战了 所以这个6月25号的攻击 对他们来说 是很意外的 那那个时候 对我们总统 他就决定说 当时这个侵略的行为呢 他 很担心 而且他也很担心 这个 在中东啊 还有土耳其的这些攻击事件 所以 对我们总统 他就决定 使用他这种围堵的方式 围堵的政策 是他在冷战当中围堵 的政策 那么 对我们总统 这样的决定之后 一个很重要的后果 就是他在布莱尔会议当中说的 他决定要干涉 朝鲜半岛的战争 而且要使用联合国的部队 然后呢 第七舰队要进入台湾海峡 这其实也是呢 代表美国又再次去干涉 中国的内战 也带来我们现在的台湾的问题 所以现在的台湾问题呢 就是从那个时候 做出来的决定带来的问题 台湾问题 如果当时没有韩战的话呢 恐怕现在就没有台湾问题了 应该就没有台湾问题了 我们那个时候 决定干涉的时候呢 把第七舰队派了出去 然后呢 对我们总统 那个时候 在